这是2022年夏季一场维持一个月的家庭旅行 自驾行程大约6500英里 我们穿越了每家边境 探秘了北美九个国家公园 还去了一些计划外的景点 雨中露云 不同的家庭旅馆的体验 第一次野外与小钟熊的邂逅 都成为了这次旅行中不可磨灭的记忆 6月16日离开Jim Mouth Arena Campground 我们继续前行 下一个目的地是车程三小时左右的大提顿国家公园 车窗外可见沿途景色的变迁 远处山顶上的积雪越来越多 终于看见车窗外 犹如一道屏障般的大提顿山脉了 我们预定的露营地 Venture Campground 位于大提顿公园的外围 我们到达的第一件是安营闸寨 邻居是一辆豪华版的B型房车 傍晚时分 我们沿着奇奇不平的乡间小道 驶向传说中的摩门小径 摩门小径是一条靠近大提顿公园 东南角的小径 位于摩门路与陵阳藤地路 交汇点以北 居我们居住的露营地不远 相传小径边美国西部风情的古仓 已有上百年的历史 摩门小径也因此而闻名 在苍山尽草的衬托下 古仓显得荒凉寂静 摩门小径在1997年 成为了美国登记在册的历史名地 第二天6月17日一早 我们早早地来到了克雷格托马斯游客中心 女儿要在这里领取她预定的 Bike Country Camping的Permit 中心内部设有关于大提顿自然环境 人与自然的关系 登山 本土印第安人生活 等主题的展览 我们在这里观看了 介绍公园历史的电影 通过这道门 我们正式进入大提顿国家公园 大提顿国家公园 公园位于美国怀俄明州西北部壮观的冰川山区 1929年建立 占地1256平方公里 公园名称取自大提顿山脉的最高峰 大提顿峰 大提顿雪山是印第安人的神山 大提顿山脉有多座超过3600米的高峰 大提顿峰高达4198米 它中年积雪 气势非凡中 透出根骨不变的宁静之美 大提顿国家公园 与黄石国家公园直尺之巨 这是两个风格迥异的国家公园 如果说黄石国家公园 是粗旷豪放的西北汉子 那大提顿国家公园 就宛如江南水乡的小家碧玉 它们的美应该是不分伯中 平分秋色 伴随着蜿蜒的蛇河 巍峨的雪山 广阔的草原 纯净的湖水 以及丰富的野生动物 共同构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按照工作人员的建议 我们第一站奔速 Counter Bay游客中心 去徒步Jackson湖旁 一个三英里的步道 Counter Bay游客中心的停车场 是一个L型的大型停车场 这个步道入口处的美景 就已经震撼到我们了 入口处不远的这个小湖 应该是可以下游船泛舟的 只是现在水位太低 有一些干涸 湖中的倒影很是漂亮 走到分岔口 我们选择了一个最短的步道 Hairon Pound 沿着这个步道前行 虽然只能看到 Jackson湖小小的一角 我们依然能感受到 它湖光山色的俊美 大提顿山脉的山峰群 是以近似天主教教堂 尖顶形的角度 由湖面直插入云霄 图不图中 从不同的角度 去记录大提顿风的美 这就是Hairon Pound了 荷花盛开的时候 应该很漂亮 现在的景色 好像有点差强人意 徒步之后 我们开始车游 奥克斯托湾插道 过于Jackson湖河沿89号公路 向东约一英里处 据说墨兰山倒映在蛇河中 是大提顿的标志景色 其地位就像是老忠实兼学权 之于黄石国家公园 我们路过这里的时候 游客确实很多 景色也确实很美 但也许是我们来的时间不对 或许是风扰乱了湖面的平静 似乎并不像传说中那样绝美 为了纪念凯宁安 对大提顿国家公园的成立 和发展所做的突出贡献 他曾经居住过的小屋 被特别地保护起来 他是目前为止 美国维护最为完好的农场小屋 我们看到了 施瓦布克草垫的日落 它是传说中大提顿最佳的日出拍摄点 6月18日 宋女儿她们到Spring Lake的徒步旅行步道口 看着他们背着沉甸甸的登山包 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之外 我们也开始了沿着这条步道的徒步旅行 途中我们看见了两只涉水过河的小路 其实这条步道口也是进入 尖尼湖徒步路线的一条小道 刚开始能看到右水边Spring Lake的一点影子 左边是一条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河流 带着远山融化的雪水 滔滔不绝地奔向尖尼湖 行走了0.3英里 尖尼湖便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 居然还有人站在湖水中那块大礁石上钓鱼 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过去的 尖尼湖是大提顿公园的第二大湖 其环湖步道总长是7.8英里 一路上一侧是雪山连绵 一侧是波光淋淋的灰蓝色的湖面 夏日游客们可以在这里泛舟钓鱼 或绕湖探险 体能好的徒步爱好者可以绕湖徒步一周 或者上山探寻更显更绝美的风景 后家的我们到达这个游船码头后 便开始打道回府 原路返回 在回程途中 我们还看到几个游客在观赏和拍摄奔跑的小狐狸 6月19日 本来计划早上去摩门小镜拍日出 然后去Tarket Lake徒步 下午4点赶到Jenny Lake 徒步道的起点去接回在山上 Bike Country camping了一晚的女儿 不料一场大雨让我们的计划彻底泡汤 昨晚一夜未停的山雨 让拆收帐篷变成了一件艰难的工作 我们赶在天气预报下雨的间歇时间 花了差不多两小时完成了这个任务 出发之后眼看着大片大片的乌云扑面而来 到达摩门小镜 刚刚抓紧拍了几张到此已游的照片 瓢泼大雨便倾盆而下 我们只好躲进了车里 在观景台的停车场等待雨过天晴的时刻 蛇河观景处是大提顿的一个著名的观景台 位于蛇河河畔 河水从眼前的山谷间弯曲流过 立以此处将镜头朝向任何一方位 都能拍出如明星片上的风景照 他之所以闻名俠尔 是因为著名摄影师安塞尔亚当斯 于1941年在此拍摄的一张黑白照片 中午一点左右 我们到达了尖尼雷克游客中心的停车场 雨终于停了 大提顿风也渐渐地从云层中显露出来 下午4点 我们在这个杜伦码头的旁边 尖尼雷克步道的起点 接到了从山上徒步归来的女儿 一颗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了 按照原计划 我们本来是在杰克森湖的最北面 预定了一个露营地 准备第二天从这里去游览 美国第一个国家公园 黄石公园 因为前几天一场百年不易的洪水 摧毁了黄石公园的一些基础设施 公园所有的入口和道路 对游客关闭 再加上在山上露营的女儿 所有的露营装备及衣物 已经被雨水打湿 我们改变了行程 准备从南面绕道去下个目的地 中途寻找一个旅馆住宿 让女儿好好的洗一个热水澡 好好地休息一下 出公园时 在公园牌子处打卡留念 这是我们从大堤段公园 出来之后途经的一个小镇 蛇河由南至北 流经杰克森镇 众多景点洒落在蛇河两岸 使它犹如一条天然的自然人文观光带 最后河水流入 杰克森湖 杰克森镇属于典型的美国西部小镇 以牛仔文化而闻名于世 杰克森小镇作为进入皇室公园 和大提顿国家公园的主要门户 这里被称之为怀俄明州一颗璀璨的明珠 小镇还有一个名阳四海的鹿角公园 广场上令人叹为观众的鹿角拱门 是这里的标志 麋鹿群在国家麋鹿保护区越冬后 自然脱落下来的鹿角被制成了装饰拱门 打造出与众不同的西部风情 小镇其实就一条主要的商业街 街两边是各式商店和艺术展馆 出售各种工艺品 虽然看起来并不起眼 但是这边的工艺品价格可是全美国最贵的 小镇的风格从外部装饰到内部装修 到处都体现着美国西部牛仔的风情 我们驾车到了这个位于小镇外 已经关门的野生动物保护博物馆 只看到了它门外的雕塑 离开Jackson小镇 我们继续前行 翻过这座大山 我们进入了爱德华州 夕阳照待这片田径的圆眼上 田园木戈美得让人窒息 天空渐渐变得怪异起来 好奇异的天象 我们以为会遇到龙卷风 我们赶紧在高速公路旁 找了一个quality in 住下来 躲避这即将到来的疾风暴雨 谢谢大家观看 下个视频再见